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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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富昌杉栋梁 早晨 又来到《烈炮投资360》的时间 有Joyce 陪着大家 今天是期指结算日 恒生指数无据昨天美股的跌势 升了230点 又破之前的阻力位 昨天有江湖传闻说27,700点到27,799点 那些肥牛会打下去 我都说了牛熊正属于参考性质 未必100%是准的 所以今天都是继续夹 夹高来结算 看看究竟会不会下个月 都会继续夹升 因为今个星期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全世界都说 每天报纸都说 G20峰会最厉害的 早晨就说昨天已经走到九成 我相信可以完成 令市场情绪非常好 但你都知道 外国人说话很有语言的艺术 这边又说 和解 下一步再加两千元关税 所以他们的账务又涨化 但这个时间 其实他们的内控 试完商务部又说要实体名单制 又说不让华为的机入 其实Fedex 鲜明必达那间速递公司 之前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包裹 运来运去 今天既明天就要到美国了 如果要每天都要查清楚 它就太耗时了 但不查的话 被人抓到禁品 一件要罚你20万美金 他真是受不了 他一天搞了几百万件的货币 何内时间去做这么强劲的检测 而且实体名单 喜欢加一加 而且加的公司全部都很大 他们就说 我们不是执法机构 我们自己是一家运输公司 还有本土美国 很多不同的大品牌 例如like Editas Under Armour 那些都在吵 如果加我们中国关税 你都知道 其实 美国人很多东西都要靠我们中国 上至去的那些衣服 褲子 帽子 甚至乎 最近美国的报纸说 他们的婚纱都成为这个问题 其实他们中国的婚纱 就价廉密尾 他们都靠我们入口 分都没有一结 证明他们多依赖我们中国货 所以特朗普是必须去谈的 除了竞选年任之外 亦都是因为它本身内面 很多不同的数据 亦都是反映到 其实这个美国那方面 码头 三大码头的货量都跌了 五月份 就是Long Beach 码头只有19.5% 码头货量跌 然后衍生到什么 8000亿的货车行业 亦都受到影响 Business Condition Index 录得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 还有美国人 大家知道哪里 其实美国人最主要是什么 尽用卡 借钱录卡 不像是中国人喜欢搜钱 他们喜欢有多少又乘多少 录得又录 借得又借 之前的防贷危机 都是这样录出来 大家的理财观念不同 有很多人都不可以定时还款 而且新屋建造的全部跌 很多客观数字来看 其实都是美国的弱势 所以特朗普经常都吵爆 吵威尔 昨天又说 如果不听话 不减息 左头左勢 就可以抖去冬菇 或者炒过去 其实美国法律来说 不可以炒联储局主席 但是抖冬菇就可以 不可以的 不过有时以来都没试过 如果这样做 即是开了鲜蚝 看回几个经济之处的数据 都一样 所以美国都不能不说少少软化 虽然他口里说很软 有点有路 但其实他这里又说有九成 但之前又说不怕关税 不过暗藏 其实他这里有少让步 几个手影可以看到 包括台湾 他说之前卖战机给他 现在蔡英文都站在旁边 都不知道是否中国人 都在怀疑他 不卖战机给他 我们香港经常都有人捣乱 他都说我们中国自己选择 暗地给面 我们习主席 看看究竟VN 碰面的时候 会不会有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 因为有八个多边会议 时间非常少 所以谈到什么大丢 我觉得就没有了 但表面上可能是好的 出来骗个手 给记者拍张照 我觉得有可能 但你说很大的结局 我觉得就难一点 但看市场如何演绎 因为贸易展是没完没了 那先看一些开心的东西 我们的中烟 上一集已经说过 这种厉害 那时候也有10元未到 这种好东西 多保持一会 还有三大外股 碧卫园服务 和奥园健康 都是好东西 中烟 就是狂升的趋势 超超厉害 完全没有顶 看它做什么 做烟 这个烟 基本上整个中国市场 是非常蓬大 而且它是独市的 中烟香港 那年上市五个岭左右 爆升了一倍 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新股 你会玩的话 是可以赚超多的 这就是一个好的新股的典化 值得拿得过 有货的朋友 不妨再拿到少少 没有入床的朋友 可以少住 按回你的仓位 PRO RAUTA 10%的仓位 要订阅指债指涉位 我觉得10元 这个重点关口 看回这个星期 能否充上13-14元的位置 但是呢 有得充 其实那种逼为原服务 又是爱股之一 这种很厉害 当时我10元 已经开始要大家留意 要买了 显然一身18元 错失了这个机会 不妨留意中烟的买卖情况 这种我爱股 最近的成交金额超高 两个亿 非常之够 跟之前的跳楼股 那些升亚的 没有得比 叫了大家不要买 谁知道前天又爆了一只 昨天又爆了一只八字头 那些股 那些是妖物 不比买 买了你自己心感后悔 都没有人可怜 昨天港股 在干星状态 即是闷得大家都睡着了 所以昨天我们去了马会 跑马吃饭 那我休息一下 真的太累了 日头 下个月的重点 大家要留意 其实如果那个 最怕去什么呢 最怕突然又返桌 因为特朗普 就傻傻的 突然返桌 一会又加关税 恒生指数很怕要落到 两万六 甚至两万七 这些位置 大家要知道 那个局 不一定升 虽然市场好像拖住 大佬说期指转仓 期指结算 明天是半年结 和长的 加月结算日 两个重点位置 当然要先拖一拖市 但之后怎么走呢 真的好看实质上的情况 和那个贸战究竟谈了什么 究竟会有些突破性 突然间可能握手延和 的情况出现 都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哇 那只中央升了10% 讲讲讲 看开市的时候 就10.3毫多了 已经升了1元 是不是很疯? 上个星期买你都收了几元 是不是很正? 所以买股票 一定是买这些又大隻 又有人炒的股票 而且它本身有些基业去撑住 先好炒 不要炒那些 都不知道什么来的股票 没有成交 就千万不要买了 那只李宁上一集 讲到也是去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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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靓仔的走势 仍然是可以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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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的裂口完全守得住 今天第三天了 如果它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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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约翰逊和侯晋伟的选情 约翰逊支持10月底的时候硬脱欧 究竟硬脱欧对英镑的跌 也有些朋友倒不会硬脱欧 所以有些人都做好仓 跟朋友吃饭都说到7月份减息达到100% 大家记得美元利率期货 利率期货就是一样 主要是利率的期货 有人买升就自然有人买跌 不是100% 只不过大家对利率的后市推测 究竟是升还是跌 其实我自己觉得都是跌的机会大 因为特朗普落那么大力量 每天都在Twitter狂闹鲍鲍威尔 虽然鲍威尔其实也站得很硬 说会过了任期才过去 他不会落台的 但其实他心里当然有一定的压力 始终联储局有那么多特朗普的人 他要推倒他其实都是议员反账的事 所以即管看看如何出招 特朗普甚至乎说 应该拿回英国的财长 过来 帮他美国 所以证明他多认识 和搞笑 还有昨天或前天有一个大的新闻 大家要留意 就是说美国说我们中国三个银行 包括三个六百、招行、三三二百 和上海蒲发银行 就是维巴典北韩制裁协定 令到股价大协定 和私募基金减仓 亦都令到招行 有朋友问 这些好不好挠底 大便买 始终是一个这么激烈的银行 这样大便买 是否应该很值得买 这些来说 也有少少保留 似乎他这张大银足 我认为挺可恶 而且之前有两个顶 三顶回落 不是一件好事 绝对在技术形态上 稍后回来解答观众问题 究竟有什么好股票买 稍后回来再见 欢迎大家回来 烈炮投资360 继续有炮者陪伴大家 有朋友问 那只建行7月2日随正 现在买是否值得买呢 我经常说不要贪色魔 如果短线短炒的话 有得赚就好赚 建行的形势 断下又升下 好像没什么连贯性 很多时候有些裂口 裂口上裂口下 你看看一个月之内 有多少个裂口 有多少个裂口上 形态上不差的 这只股票来说 而且本质也是比招行 或者交行那些 也是好的 这只股票买股息的话 宁愿你随正之后 等它撕出息子 你再AO进去 也不太迟 所以这只股票来说 暂时我不是特别看好 还有大家今天要留意 那只868 又被沽空机构追击 看看今天它是什么环境 哇 这个沽空机构好像没什么力 其实这间GMT 就是说 它上个月追击1号的长实 但好像追击能力差点 好像没什么反应 我没人理会它 加成哥你也敢搞大胆 搞不到加成哥 那我去搞第二个 就搞一只868 好像没人理会它 这个沽空机构 是不是大家已经听惯了 又追击波斯珍 一会又追击这只 追击那只 又是零价值 都很害怕 还有阿里巴巴第二次上市 籌100个亿美金 如果好 今年内应该搞得定 交易所的数据都不会差 所以大家留意中线来说 交易所是有得炒的 而且过完这个月的成交量 会不会急升 也是一个值得憧憬的地方 甚至明天也会过交易所 假设有好少少的传闻来说 对于晶片也会有好趋势 看52ASM这类型的股票 已经应吐即彈了 但这只股票有朋友问 现在是否可以过 其实它在一个大的长方区间 60元到120元这个位置 都游走了好几年 现在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特别高也不特别低 而且它的波动性压 也不是超级大 这只股票 95元跌到70元多少少之后 就反弹回到80元左右 其实这些如果炒短线的话 是无防的 但长线投资价值来说 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那些人说 那买哪一只好 那当然买我们的半新股 有成交的半新股 你看看 又上去了 又有点回顺 这只好炒的 中医我觉得 你现在短线的话 这只值得去看 炒格仔 这些最好炒 成交又大 又可以出出转 这些好股 但又说我不喜欢炒新股 究竟有什么好的股票 看回汇碰 无据虚拟银行的冲击 昨天汇空 或者很多不同的银行 已经通通宣布 那些优越理财 取消最低存款的金额 令人没有动力放这些钱 令到融资或贷款 息差方面的严慕 有所减退 其实账务又涨 看你怎样看 但我觉得 如果有减低存款要求 会引发一些 之前未必有财力 或者动力去开户口 或者升级的朋友 做回相应的对策 你随经理有机会见到后 就是做生意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汇丰也可以留意一会儿 因为它比较强势 在指数方面 另外这个油也是强势 883那些 升穿了250天线和50天线 这些都是比较强势的板块 大家可以去看看 它的即市 而且油方面近期都很强 以及金方面 今天的赌骨都很咸 看看2000 有时放长假期短假期 都会过去那天吃东西 是险 hairst人 definitely蛮好 AND楼下的 险余逛 上游水 visas зм took it 去去马会 去澳门 服用 мор会 逛宅 都不在乎好娱乐 顺便观察这是民成的 看看不同的赌场 是什么盈製 究竞竞争有没有 unser 有没有新推广 其实赌场很前 她有很多前侵 常都游来游去 在那个场面 妳什么有没有申请会员卡 有没有插帮 Storage 有賭錢的機器,有沒有賭桌給會員卡的儲積分 其實這些是甚麼? 全部都是讓你去研究你的投資行為 當你知道八甲有多少人在下多少注入時 當他特別多時間拿著 他做的不同的賣相,譬如姐姐派水 亦都有不同的鋪排 所以現在AI年代大數據充斥著我們的世界 AI其實方便大家的生活 包括微信支付、各類東西是方便我們之外 如果你在電話旁邊說話 我試過,有一次我跟朋友研究紅酒 在電話旁邊聊天 言談之間的那些薄光、薄多 那些紅酒 電話一按去Google找東西 馬上全部彈出紅酒的網頁 所以你說Google電話或iPhone不懂偷聽 這個一定是假的 我肯定電話是會偷聽的 所以智能人工症充斥著我們的生命 是不容不舍的 你看人造肉的股價升得這麼厲害 就知道這個超高科技是充斥著我們的生活 我暫時還沒有勇氣少於人造肉 但人造素食我吃得多了 那些什麼叫做素食三文魚 素食肝炒牛河 都挺有趣的 但長食我始終覺得有些戒心 不知道有些什麼都不敢吃 所以都叫做吃一下玩一下再看看 除了這隻銀河OK之外 最強的是永利 永利很強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它有沒有突破的趨勢 但剛剛彈了一天半天 都很難看到什麼強勢的趨勢 試一下究竟彈的力度去到哪裏 會不會彈得到 始終你看到圖表方面 都比較噁心一點 之前我那一陣 大力地打下來 今天叫做死貓彈 但這個底的15元這個位置 基本上是不容錯失的 如果再錯失的話 恐怕不知要跌到什麼位 沒有底的 到時可能又拉到10元邊 那些就麻煩了 所以暑假 對於它這個賭業的燒情數據也好一點 因為就算我這麼冷的人 我都想去涼冷氣 所以賭股 暑假好一點 還有強勢股票方面 有66號港鐵 也有很多朋友會看 不停地連續破頂 馬主席說什麼 最後悔就是港鐵 那時太貪心了 又起高鐵 又起港島南線 港島西線 又起海洋公園線 明明300人的團隊又撐到3000人 人多當然好辦事 但是人多也有很多內部不同的協調 或者是溝通方面 可能出了問題 所以告解下一屆 就是不要一次過起這麼多鐵路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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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鐵路的安全性真的很重要 雖然從小到大 即是Touchable搭到這麼多 連鐵路都沒試過 有什麼大壞事發生過 但是上一次那次試車炒車都幾捉目 是驚心的 很多朋友都說 你們香港的地鐵這樣炒賣一碟 如果有人在裏面 就真的不行了 所以鐵路安全是非常之重要的 這隻股票方面 我覺得它本身是綜合的大型企業股票 其實它這個走勢都OK 如果供股票供這些就發大大力了 2015年的時候 20多元公路現在回到W 而且收齊股息 是不是很棒 基本上這些股票就是這樣炒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點來講 仍然有少許多投資價值 短線 我看這個53.5的位置 看看能否再衝上去 52周高位 52.9再突破一點點 再衝多一層 再看看它會不會跌下去 恆新指數有少許迴順的跡象 現在在報28,487點 升到195點 十大股空成交榜方面 亦都有騰訊、平安、招行、油邦 慘了 那些大隻的成分股 全部都在裡面 有些少擔憂 會不會有些散水格局 整個大市的情況 但是今天來的期資結算 都是因為它是結算的 參考作用是有的 但是如果靠它來做下一個月的預測 就有些勉強了 而且鋪排倉位、股票期權 或者支數期權方面 是慢慢斷入去鋪排 千萬不要貪污少許期限金 而破壞你的牌位 這是超級重要的 大家要記得究竟哪一個鋪排 才是適合你的 美團點評的人問3690 其實3690來說很厲害 另外69元的招股價 那時候被我們唱衰得很厲害 它仍然可以拉下拉下拉上去 為什麼? 因為它始終大大隻 很多被動資金被迫賣進去 而且創了它半年新高 十大活躍成交榜之一的美團點評 短期可能有這個升勢 但是這隻股票來說 本身它的銀碼都有一定 而且它的本質也是蝕錢蝕到躺在這裏 所以如果想炒上炒下 都是用股票期貨 有一點彈性和空間 讓你動來動去 這隻建議用股票期貨 還有它的朋友 小米 一想起小米 想起它的主席雷軍 又派很多股票給它 又不斷回購少少 敷衍你的股民 這隻完全不見賣入 股價很死 完全是呆滯 不停地沉底淡起的狀態 我相信十二元 有生之前都很難見到 所以這隻我不建議買入 小米是LOW 要畫一個LOW給它 給它交叉才知道不行 大家要留意 小米就不要再碰它了 順宇哥有人問 它今天升得很厲害 又是晶片那件事 不用說了 有少少好的勢頭在裡面 究竟這隻可不可以罵少少呢 但這些真的每天升每天跌 不如用其權玩好些 它始終有波動性比較大些 還有今天又不知明天試 它自己本身的價碼也不是小的 你看看 昨天這樣車下來 今天又不知可不可以身懷六甲 還是反回去呢 我覺得這隻股票是未見底的 所以這隻也要審慎一點去看看 大家要知道 留意一下 金和油都是升的 英鎊都是看上少少的 總結一下今天 第一就是這個新股 外股6055 8元港到11元 現在又準備去沉頂了 這個重點關口就是10元 穿了就拜拜 大家要記得這個重點位 第二這個美團點評 就要用股票期貨去做部署 大家可以 有機會再回到那個鄉下價 上市價69元的位 但大家都要留意 G20峰會的形勢 以及這個沽空大榜上面 全部重榜股基本上都有名 小心點有些冷風來到 會令到市況陰雲不定 大家記得 各位下星期二的獵炮投資360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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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